港股高开低走,美股跌跌不休,市场的走向又是如何变动的呢? 大家好,欢迎收看GoMarkets热门话题部分,我是Share 周一上午,港股高开低走,横值抹剧盘出近1.2%,1.2%的涨幅,限跌0.57% 横生科技指数开盘涨近2.4%,随后急转直下,一度回落至4000点下方 限跌0.69%,所有板块中,互联网医疗,电影概念,房地产,以及物业管理概念股表现较为亮眼 电力,大金融板块表现不佳 周一上午,中国统计局发布全国经济数据显示 4月份以来,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了2.9%,一至4月同比增长了4% 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483亿元,同比也下跌了11.1% 一至4月份,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了2.7% 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了20.9%,房屋新开工面积降了26.3% 科技股开盘涂涨,随后走势分化 截止目前,bilibili涨幅从开盘的6%缩小至1.37% 万国数据阿里巴巴、百度、京东集团涨幅均明显缩小 美团盘出上涨2%,一度跌超4% 腾讯现跌了1.64% BRD电子、瑞生科技、商汤科技、网易等纷纷下挫 上周美股已经连续第6周收跌 上一次连续6周还是10年前 上周美国公布了CPI和PPI数据 通胀在4月加息后不及预期 加上拜登和美联储官员会面后表示 希望能够尽快地压低通胀 加剧了市场对于美联储未来加打加息力度的预期 直到周五,鲍威尔再次确认 未来连续两次加息50个基点是合理的 并没有加息75个基点的必要 旧金山、联储、银行、行长戴利也表示 加息50个基点是相当合理的 这才稳定了市场 指数止跌VX恐慌指数也有了明显的下降 随之澳股周五也有了明显的反弹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